请合掌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请放掌 请打开 第九页 第五页下面 第九页第五页上面 说能云辱迹未法而来 可秉息诸远勿生无念 无畏辱说 慧明追着六祖大师去最后问他说什么是佛法 然后两九位明曰 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 哪个是明藏作 本来面目 慧明言下大悟 那么这个六祖大师就说 不思善不思善不思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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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思� 那个就是本来的面目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不是说那个呢? 因为有的人就以为说 既然不思善不思恶 为什么还要拜佛 还要复失 还要慈见 对不对 反正不要分别嘛 放下就是了 放下就是你的本性 那么恐怕有人会有错觉 错觉说那个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全部都不管了 放下了 不要执着那么多 那么这个就是说 有的人会误解 那么如果说不思善不思恶 不去分别的话 那佛告诉我们说 诸二末作众善奉行 自敬其义是诸佛教 佛教我们诸二末作众善奉行 那么不思善不思恶是本来面目 那众善奉行诸二末作 就不是本来面目吗 就不是本来面目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看到这个地方 他就有误解 所以以前的禅宗祖师 就是说 有的时候说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 他就说理佛去 对不对 吃茶去 洗波去 也是说行诸作众善奉一切都是佛法 都不理本来面目 所以失善失恶也是本来面目 不思善不思恶也是本来面目 所以不思善不思恶不能执着 不思善不思恶 以为说不要分别 分别都是假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说 虽然分别但是不分别 但是不分别而分别 所以我们如果用简单来说 我们看四十四页这里 我们用六祖坛经的书 我们看四十四页 他这个后面就有所 第五行 常应用诸根 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那么四十四页第五行说 常应用诸根 而不起用想 就是说我们行诸作众 诸二目咒 众善奉行 但是我们还要无所住 所以我们上次说 什么是本来面目 如果依照六祖坛经里面说 无所住而生其心 生其心而无所住 那么常应用诸根 而不起用想 就是说我们不思慈戒 修行念佛 常常都在发心 但是没有觉得说 有我像人像 无所得 所以说而不起用想 然后又无所住 所以常应用诸根 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那么我们还要分别 不是说不思善 不思恶就不要分别 我们还要诸二目咒 众善奉行 然后诸二目咒 众善奉行的时候 就不要说我在做善 你们都在做恶 那不要有这种分别想 然后不起分别想 然后还要分别一切法 虽然不思善 不思恶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 善恶是非 对不对 那有的人以为说 不思善不思恶 不要分别啦 酒肉穿肠过 对不对 那么不一定要持戒 不一定要吃素 不一定要怎样怎样 只要心清静就好了 有的人就这样讲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 四十四页这里说 常应用诸根 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本来面目 好 我们翻回来 第九页 倒数第五行 说正与末十 第九页倒数第五行上面 正与末十哪个是 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就说 他不是说那个就是了 是说哪个才是 当你不思善不思恶 如果以为说放下了 都不要执着 放下空 当下就是你的本性 那么这个有的人就误会 放下了 佛法就是放下 当下就是本性 这里就是极乐世界 哪里还要在念佛呢 这里就是极乐世界 还要求生极乐世界嘛 所以这个是说 在我们不思善不思恶 哪个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所以依照六祖禅心说 无所助而生其心 常应用诸根 不做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做分别想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本来面目 那么所以穿衣吃饭 不要穿衣吃饭 所以有的人 就以前有问祖师 说什么是佛法 他说穿衣吃饭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们也穿衣吃饭 然后祖师就说 可是你穿衣吃饭的时候 你的妄念很多 吃就要吃好的 嫌这个硬嫌这个软 对不对 嫌这个没营养 像现在我听到最难受的一句话 不是很难受 就是受不下的那个很难受 就是说什么 营养师说 隔天菜不能吃 骗鬼 对不对 都拼掉了 就现在的人说 那是就是 这个叫做 太好鬼 就这样 太好命了 什么隔夜菜不能吃 哪有不能吃的 我们以前不过 藤再藤 留再留 对不对 过年的地贵一直留 一直留 对不对 不是可以吃吗 现在的人不能吃 还有第二个很难受的 就是说 拜过鬼的东西不能吃 整厨拼掉了 这个我也很难受 就是说什么 那个就是 施死过的 那个拜过鬼 神的 我们不能吃 不然都拼掉 不然都烧掉 第三个很难受 就是统统把它烧掉 我也很难受 我们朱石仙也在供养 为什么一定要烧掉 我们熟食也可以供养 对不对 生食也可以供养 为什么一定要烧 那你如果要 当然有的人 当然是这样说 这是我的问题 因为太肥了 所以我怕难受 那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太肥了 所以我怕难受 所以 熟食也可以供养 对不对 当然还有另外 有的人 就是说 一定要 现在流行 淹供 也淹供 一定要烧 淹才可以供 念佛也可以供 对不对 你吃饭也可以供 水果也可以供 为什么一定要 要那样才可以供 我们念佛就可以供 那有的众生 又想要失死 又想要供鬼 又怕鬼 要说鬼很多 你又要供养 又怕鬼很多 就是两难 然后一供了以后 如果成功了 就有钱了 就觉得很好 如果一天停下来没有供 就心肝就害羞 如果万一生意失败了 就觉得说 是怎样怎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算我们要供养 你是为了要慈悲心供养 有的人供养是因为说 这好不太大 这福报很大 这个我们节来世源 要将度将来重 是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就会怪怪 又要说鬼 又怕鬼 对不对 我们是又要慈悲心去做 不是说为了 有的人说 这个功德很大 才来做的 因为这样节来生源 你现在度不到众生 看祖师的说 我就去养小鸟 我就去施食 然后将来可以度很多众生 那是为了要得到弟子 得到众生才去做 还是为了慈悲才去做的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为了慈悲做 我要破散就破散 怪鬼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回向一样 像回向 这个很多观念 大家都没有很正确 像我们这些 还是现在的时代 还是有人在说 说什么呢 尤其现在灾难 意外 有人生病 或者是疫情 有的人就说 我们要累积多少佛号 多少的咒语 然后全部交给某某道场 某某法师 再来总回向 然后这个时候 平常就不能回向 意思不能回向 那么我们众生 还有这种观念 有的道场就说 你要送几部经 然后不能回向 全部都交给疏忽 交给道场 然后他总回向 帮你回向 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前几天才说 佛经 咒语 佛号 都是一真法界 都是四世无碍法界 一不爱多 多不爱一 别不爱种 种不爱别 现在不爱未来 当下不爱时方 所以你自己念的这个经 当然有的人就说 某某人生病 我们要特别给他回向 或某某法师往生 我们要特别念多少佛 给他回向 然后都不敢自己回向 都全部好像自己回向就偷走了 真的 有的人就这样子 有的人就说 你就要存多少部 然后最后再来总回向 不然就是说 人家那个清静道场 慈戒清静 要交给他们回向 你们自己都 都没多好像不行这样 对不对 那么我今天也有写 我就说 你要知道 这一切的功德是来自于佛号 万德弘明 是来自于经典 是来自于大悲咒 是佛菩萨的功德 不是说你有功德 是佛菩萨的功德 那么佛菩萨的功德 就好像说 佛说以灯传灯 就好像我们充满了黑暗 充满了鱼痴 充满了寒冷 对不对 人家佛菩萨传那个火给我们 灯火给我们 那我们就得到光明 我们得到温暖 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火传出去 而不是说 哎呦我觉得我这个火太小了 我会分出去不够分 然后我这个功德又不够力 会像那个鬼 不是狗啦 那个鬼不高兴 不爽 因为早晚麻烦 走死 走死 走鬼 走人 所以我说这种心叫做 愚痴 兼滩 怕死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讲过很多遍 佛法的功德是像灯火 对不对 灯火是传出去 那你也不会减少 对不对 你一把灯火 你的火传给别人 你的火也不会消失 如果说你会消失 是油消失 油是你不够油 是你的问题 火没有消失 油不够是你自己要加油 对不对 火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你传给别人 你那个火还是存在 然后你就说 众生就说 我们不能回向 我们的功德不够了 我们要交给人家法师 道场或开悟的人 才能够回向 那个功德不是在你 功德是佛菩萨的 那是佛法经典 受大悲咒 那是佛菩萨的功德 不是我们众生有功德 所以佛菩萨的灯火传给我们 我们就是传出去 传出去我们自己不但没有减少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黑暗 暗夜里面 只有我们一把灯火 那只有照这样 如果你传很多的话 到处身边到处的人 每个人都有一把火 反过来还会照你 对不对 你就更光明 大家都一起光明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佛法没有了解 没有了解 很多啦 真的是到现在还是会有 有的人就是说 女众不能往生啊 在家人不是佛子啊 对不对 在家人不会往生啊 那女众不会往生 这个到现在还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我们念佛的人还要听经啊 如果你念佛不听经的话 就不了解 所以功德就是说 就算你为了特定某一个法师 他生病他往生 然后我们有人在发起在募集 要念多少万的佛多少万的大悲咒 那么你念完了你自己就可以回向 有的人说不行啊 就全部要存给他不能自己回向 哪有这样啊 就像灯火 佛菩萨的灯传到这里 你自己先点燃了 自己自然就光明了 自然就温暖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你最后呢 你再回向给他 你再传给他 他喜欢这样回向嘛 他们喜欢这样累积总和 再来回向啊 那像有的连友说 万一来连半路死去 那些都没有回向到啊 对不对 所以要连多少部才交给某某道场 签名啊 签表 对不对 然后大家再回向 总回向 这样大回向 万一念到一半就死掉了 所以我用批语就是说 缺钱每天都可以缺 那一定要等到整堆再去缺 对不对 存钱大家每天都可以存啊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众生 用数量的观念 用世俗的观念去这样想 所以有的人就是说 自己念的这些啊 都是要存给别人 都不敢回向 不敢回向 这是错的 你个人回向不爱 给别人回向 对不对 你一个人回向不爱 大家全部结合一起来回向 然后你现在回向不爱 你现在回向将来 你就得到这个果报 甚至说你过去生的 也可以回向啊 过去生我们就是不会回向 所以现在还在做人啊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过去生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 然后佛菩萨的功德 你也可以回向啊 我们随喜佛菩萨的功德 那么佛菩萨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啊 这个就是说 有的人呢 对这个回向呢 他不是理解 不是很理解 所以呢 有连友就是说 我听某某连友说 我们凡夫的功德那么小 不能回向 那么这个观念是错的 因为你念佛的功德 不是你的功德 是佛的功德 对不对 你念经的功德 你念地藏经 那是经的功德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经那是经的功德 那不是你功德小 那个佛菩萨经典的功德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世世外法界 功德就很大 你就可以回向啊 最后最后呢 如果真的是还是没信心 他又怕死他又怕鬼 那你就最好 最后啊 他说你万一回向啊 他也吃没饭 还会找我麻烦 他得不够啊 他觉得 你这个念的这个 这个 这样不好啊 那他 他会生气 那你最后就是像我 我平常回向都是 祈求阿弥陀佛三宝加持 你要祈求阿弥陀佛三宝加持 把我们的功德 普皆回向 进法皆续公谢 就是由阿弥陀佛跟三宝加持 然后把你的功德回向 就是你要聪明一点 就是你要聪明一点 你要找一个保证人 知道吗 你要找阿弥陀佛跟三宝加持做保证 我们大家说阿弥陀佛 冠生佛才做主了 做主了 那就他变成责任是他的了 对 就由阿弥陀佛三宝加持 然后把你的功德回向 因为我们没办法回向 就好像我们说 你要送信 你要送给地狱的众生 你要送给过去生的父母 你送不到 是不是这样 你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那你就由阿弥陀佛三宝加持 然后由他帮你送到 对不对 他是宅几遍的 他帮你送到 送到你要死命必达 你到哪里 他就帮你送到哪里 所以如果真的觉得说 自己的力量不够 或者是觉得功德不足 或者是用霸鬼来禅生 你就要求阿弥陀佛三宝加持 这样你就可以把功德回向 然后也会比较安全 对不对 你就比较安全 当然如果说以法性的话 法界的话 你一念佛 这一念佛的功德 你一念佛 佛就在你的面前 你一念回向众生 就到他的面前 就到他的面前 这个法性 是进法界虚空界的 是没有障碍的 你念佛 佛就在你的面前 你念菩萨菩萨就来了 那么你回向众生 众生就能够得 这是世世外法界 这个真理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众生就是用数量 用空间 用距离 用时间 长短 所以我之前有说过 时间不是问题 空间不是距离 对不对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 你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在你的面前 那么我们呢 要有这种信 就是这种信仰 还有就像我们刚才说 念阿弥陀佛 我就说 那照那个 Namo Amidabdaya Namo Amidabdaya 这个就是人家传说的 当然这个音也不一定会准 说什么印度的梵语 Namo Amidabdaya 所以有的大德就说 Namo Amidabd 佛就是 佛陀佛也就是 佛陀佛也就是 所以有的人说 Namo Amidabd Namo Amidabd 有的人就疑问说 你念这样 你念这样 外国人念这样 那这样阿弥陀佛听得到吗 阿弥陀佛是解一切众生语 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话 他都知道 有的菩萨修有一种三昧就是 解众生语三昧 了解众生的话 统统可以知道 鸟在叫他也知道 狗在叫也知道 猫说话他也知道 蚂蚁说话他也知道 像以前那个窥鸡大师 跳蚤在那边哀哀叫他也听得到 那个壁虎在那边聊天他也知道 然后轨道说什么话他也知道 台湾人说台语 美国人说英语 都听得懂 全部都听得懂 你要念台湾国语他也知道 你台湾国语 就全部听得懂 所以就阿弥陀佛来说 他是什么都听得懂 当然另外 我们念佛不是要念给阿弥陀佛听的 是要念给自己听的 念经也不是念给佛听的 是念给自己听的 念给自己听的 为什么念佛是念给自己听 为了要督舍六根静念相继 义佛念佛先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所以佛是念给自己听的 那么也有人说 那么 Omari be me home Omari be me new 或者是咒语每个都 有的人强调说 那个频率才能够跟佛菩萨相应 不是频率跟阴生的频率跟佛菩萨相应 是心跟佛菩萨相应 你如果念观世音菩萨 你用大悲心 那么就是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如果你念阿弥陀佛 如果无量光无量寿 我只佛音片十方 法界普魂福慧萨 那你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如果你念阿弥陀佛 又不敢回想给别人 又怕这心灶不够分 那么你就没有跟阿弥陀佛相应 因为你的心不是佛 佛是佛词广大感应无差 对不对 我们在一天就念佛词广大感应无差 那么这个片横河杀界的 周片四方的 所以是心跟佛相应 不是那个咒的频率跟佛相应 那么我们人讲话 每个人的音声语调都不一样 胡言、汉语、南腔、北调 阿弥陀佛米虎 阿弥陀佛米牛 你不要念阿弥陀佛米狗 这样就好了 念狗是差太多了 明明写牛 你念阿弥陀佛米牛 是可以的 你说阿弥陀佛米狗 那就差太多了 太离谱了 那你说心是虔诚的 是相信的 对不对 是认为真实的 它就感应了 对不对 心跟菩萨就感应 所以那个语言、腔调 因为这个地方每个人的强调都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构造 这个舌头牙齿也不太一样 那你吹起白颜 老风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佛经里面说 我们发的音是要靠 鼻、口、蛇、牙齿、喉咙、气管、丹田、肺 无韵、甲、合、因缘和合才能够发这个声音 这些声音都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声音 当然有的人 频率的话就是说 到底谁是发音最标准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你也没有去问阿弥陀佛 对不对 也没有去问观世音菩萨说 像念大悲咒 每个人这个发音 有的人强调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强调一定要这样 那到底谁对没有标准答案 只能说各说各话 但是重点是心 所以像我们念钥匙经理人说 应该用清净是慈悲心 无垢灼心 对不对 那么这个心就是跟佛相应了 跟菩萨相应 所以是心相应 不是频率相应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说我们要了解的 这里我们在看第九月这里 所以第九月倒数第五行下面 慧明言下大悟 赋问云上来密与密意外更有密意佛 就是说这个密与密意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密意啊 能云与乳说者极非密 就是说如果用可以说的话就不是密了 因为离语原相离心原相嘛 离言说相嘛 对不对 如果可以说就不是密 乳若返照密在乳边 如果你能够返照自信 无所住生其心 生其心无所住 那么这个密就是在你的身边了 明曰 慧明虽在黄美时会醒自己面目 今蒙只是如人云水能暖自知 那么慧明说 我虽然在黄美无主那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没有反省没有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 今蒙只是如人云水能暖自知 我们说 诸儿莫作众善奉行至敬其意 那么至敬其意就是清净自己的心 就像这里慧明说 遇到六祖跟他开示 他以前就以为觉得说 我们修行就是要怎样怎样 或者是他们觉得要医、要播、要传法 不知道说法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法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不在人家传 对不对?也不在别人的传授 所以世尊释迦摩尼佛说 我于蓝灯佛属实物有法可得 没有法可得 为什么呢? 因为法就在自己的心里面 就在心里面 那么以前会觉得说心外求法 就觉得说有祖师啊 或者是人家传法给我们啊 或者是说 就要靠拜佛诵经念佛 或者是说靠什么样 念什么东西才能够相应 现在都不知道 现在就知道了 如人饮水能卵自知 也就是说 法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能曰如若如是 无语如同诗黄美 慧能说 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 我跟你慧敏 大家都是兄弟嘛 大家都是同样遵循这个黄美做老师啊 礼拜黄美为师啊 善智互慈 那你自己保持互念 保持自己的正念 明佑问曰 慧敏今后向神述去 那么向什么地方去呢 能曰逢圆则止 玉蒙则居 逢就是圆 圆就是圆周啦 到圆周就停止 玉蒙呢就是蒙山啊 到那个蒙山那个地方 就居住下来 明礼池 那么慧敏就礼拜辞去了 明回至领下 这个慧敏呢 他追到大鱼岭下 大鱼岭的山上 然后去遇到这个六祖大士 那么最后慧敏呢 就回到大鱼岭的山下 因为他追得最快 他自己追上山去了 那么他追下来又回到山下 为称众约 称就是追赶的这些大众说 向智摧尾静无踪迹 就是告诉他们 你如果再向前走的话 智就是阻碍 大家 他走到山下嘛 然后他从山上下来 然后跟大家说 上去的时候很难走啦 阻碍不通啦 然后摧尾那个山很高很危险啦 尽无踪迹 第一个就是说 上去很难走啊 又很危险啦 然后我去那边又没有看到人啦 没有什么慧能的踪迹啊 当别道寻知 我们走别的路去啦 就意思说山上路我找过啦 很难走啊 又找不到啦 不要上去了 就是叫人家不要上去 我们走别的地方去吧 当别道寻知 郑重贤以为然 那么这些追赶的大众 就听他的话 认为说 他从山上来是道啦 上面没有人 他想说他应该不会骗他吧 所以大家以为是这样 人后至曹西 第十月 慧能后来到曹西 又被二人寻主 又被二人追到 乃于世慧县避难猎人队中 凡经依十五载 慧能后来又被追到啊 所以又跑到世慧县 避难猎人队中 躲在猎人队里面 猎人队 经过十五载十五年 就是躲在这个猎人队当中 人家没有发现 然后经过十五年 时与猎人随移说法 那么在跟猎人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会教猎人说法 他也会跟他们说一些佛法 随缘说啦 随移就是随方便 不是说强迫的啦 他不会跟他说 你夹中断了 你不要再队下 他不会这样强 因为要随移说法 人家没办法 人家为了生活 他就是要做猎人 对不对 以前人生活不容易 所以我就说 以前人都没有讲什么人间净土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讲有什么人间净土 不用去极乐世界 以前人为什么不讲人间净土 没水 没电 没饭吃 是不是 没有厕所 没有马桶 没有自来水 哪有现在还有什么 过滤水 过滤水不够 还要能量水 能量水不够 还要金字塔水 专水了了 光一个水就很多种啊 对不对 像我们讲堂就好多种 对不对 光那个水 就很多种 以前拿到这么讲究 有水就很好喝 对不对 所以就算脏一点 沉淀一下煮开就好了 都不会像现在的人说 吃这个不行 要缺什么 缺什么 缺什么 怎么都一直缺 奇怪 人家以前都不缺 你现在又缺氧缺钙缺钠缺铁 还有缺钱 就是都一直缺 人家以前随便喝啊 也是这样长大 也不会死啊 所以以前人为什么不讲人间净土 因为什么都没有 哪有什么人间净土 现在好日子过了几年之后 就觉得说 台湾就是净土 差这个了 对不对 净土没有苍蝇蚊子蚂蚁 没有地狱鬼出生 对不对 没有山难 没有火灾 没有车祸 对不对 没有意外 没有疫情 没有地震 对不对 又不用加油 又不用看医生 也不会生病 又不会肚子饿 又不用储存粮食 是不是 也不用封城 所以人间净土也差太多 还又不会战争 我们现在还在战争 对不对 战争 看这个战争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会结束 反正拖到谁先动不掉 就是这样子 因为没有人会要去解决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美国也不解决 就让他们 让他们两个去打死了 最后再来收场这样 大概拜登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 你们两个泡戏 泡戏 我再来 你看我现在老大出现了 以后都听我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每个总统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以前没有讲人间净土 因为怎么可能做净土 所以你不要乱骗 你不要骗说 我们人间就是净土 不要讲太难听了 这个要口悦要小心 反正就是 不要说人家跟你讲说 不要去极乐世界 你不要相信 我们还是要去极乐世界 你不要说人间就是净土 我们来世再来做了千般不可以 你来世再来你就很惨了 就很惨 因为来世有福报 我们人都会隔音之迷 我们人为什么忘记呢 就像我们说 我们一个人睡觉 你睡觉之后你就忘记了 你现在是什么了 对不对 你又忘记 你可能睡觉的时候 梦见你是小时候 梦见到不同的地方 那你就忘记了 你现在在睡觉 我前几天做梦 梦见 梦见普贤行愿 结果那个建筑都跟我 跟现在的不一样 然后梦见普贤行愿 还有我姐姐好像还有俗马 我就跟我姐姐说 现在在做梦 这个是假的啦 这个是假的 普贤行愿不是长这样啊 我梦见另外一个普贤行愿 盖的跟现在就不一样 我就发现我在做梦 我就跟我姐姐说 这个是假的 我们在做梦啊 但是很快就忘记了 当下一看到那个印象的时候 看这就不是普贤行愿啊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 就说这个是做梦 这是假的 可是很快就忘记了 我们人为什么忘记轮回 就是说 当我们睡觉做梦的时候 你很快忘记醒的时候 然后你醒过来 睡醒之后 你很快也忘记昨天的梦 很快忘记昨天的梦 所以如果像人家讲因果故事 有的小孩子刚生出来 他会比较敏感 他可能会记得过去生的事 他也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众生 但是久了以后他就忘记了 现在的小孩的手机 还会玩具 还会玩具 还会忘记 所以现在的妈妈 就是说 有的人之前就说 我的小孩绝对不给他碰电脑 不给他玩手机 但是他只要一哭拿手机 他就不哭了 自动还会下载 还会听他想听的 看他想看的 小孩子没有读幼稚园 就会下载游戏了 对不对 你的阿嬷都不哭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很快就忘记了 生下来很快就忘记过去 并不是没有轮回 是忘记了 是忘记了 那么这里说 随以说法 猎人常令守网 每件生命尽放之 这个猎人队叫他守这个网 用抓动物 那么六祖看到众生 他就给他偷偷放 偷偷放 就说没抓到 对不对 为什么没抓到 不能说因为我把他放了 然后他就把他放 每次饭食以菜既煮肉锅 因为这个猎人队都吃肉 那他就吃菜 就我们现在人说肉鞭菜 放在这个锅里面煮 或曰则对曰但吃肉鞭菜 或只吃菜而已 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终顿 顿就是隐居 最初自广州法姓寺 所以他猎人队躲了15年 之后到广州 直印宗法师奖涅槃经 时有风吹翻动 那个时候有风吹过来 那么印宗法师奖经 那么这个慧能大师可能坐外面吧 那么在外面风吹翻动 一声云风动 一声云翻动 议论不一样 一个人说是风动 一个人说是翻动 两个人在那边讨论 讨论不止 冷静约 意思是说 听得懂不懂 就跟他讲说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意思就是说 你两个没听见 一直都要讨论 风动翻动 又不听经 在那边讲半天 然后呢 他就说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是你心在动 一种亥然 大家一听到 这个人说话 比较有意思 对不对 是心动 印宗言至上习 增结奥义 那么印宗法师 就请他上座 然后增结 增就是增问 结就是结问 佛法的奥义 身奥的意义 见能 言简理当 就是说 看到这个慧能法师 说话很简单 但是道理都很正确 就是说 讲话直接了当 不会说 讲了半天不早在讲什么 就是言简 然后理当 那他就是说 不有文字 就是说 他不是讲 他不一定要照经典讲 但是他 不有文字 就是说 我们现在人说 调书代 调书代 调书代就是说 就跟你讲说 什么经说什么 菩萨说什么 佛说什么 就是经 都是讲经 但是这个六祖 他讲话 就是圆简理当 讲话很简单 道理就很明了 然后也不是说 靠文字的 中语 印宗法师说 行者定非常人 你不是普通人 久闻 黄梅依法难来 莫是行者佛 我很久就听到说 黄梅五祖的依波 佛法已经传到南边了 难道是行者理吗 行者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行者是还没有出家 那时候 慧能夺燕队的时候也没有出家 所以他就吃肉鞭菜 那么能约不敢 那么慧能说不敢 意思也就是是 意思说不敢说我是传法的人 终于是执弟子礼 告请传来一波出世大众 这个印宗法师就用弟子礼 意思说知道说 这个慧能是祖师 所以印宗就自己当作弟子 用弟子的礼数去面对慧能 所以叫做执弟子礼 就是说本来印宗法师在讲经 现在看到祖师来了 他就自己变弟子 告请传来一波出世大众 就告诉六祖说 请你把一波拿出来给大众看 所以就是说 把五祖传的一波拿出来 那么六祖他是有带在身上 他都带在身上 然后就拿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中父问曰 黄梅父祖如何指寿 那么印宗法师又说 黄梅就是五祖 他传佛法的时候 是怎么样指导教授的呢 能曰指寿即武 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那么慧能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指寿 他只是指寸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好